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欢迎 大家伙都特喜欢你们 所以你看我们日常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说好多安全上的事 观众有时候说话说话了 你怎么一出来老公子说个添堵的事呢 所以我们请二位来 咱们还是说安全 但是不能给大家添堵 我们俩一来就觉得就更堵了 反正我们也是在安全系统工作 对于安全生产来说我们也是实时地跟家要 您请我来就对了 我是咱北京的那叫什么 防灾办授予我一个预防煤气中毒形象大使 欢迎王大使 他这个是酷爱吸氧化碳 因为什么他们说我 这是一块活性碳 对对对 他们说我长得像那种没让煤气训练过的 他白 对对对 今天要跟大家说点什么事呢 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观众会遇到 因为现在两位都有车吗 哥 他有车 我没车 这个很多开车的朋友可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这事您别碰着 您碰着之后您这心里还真的有点堵 我先请二位来看看 好吧 来 这个怎么办 这要真碰着了您心里头肯定就很郁闹 这就叫碰瓷 对了 这就跟大家说碰瓷 那这碰瓷这个词是借到了交通事故当中 这个出处不在交通事故 碰瓷碰瓷 碰瓷是怎么来的呢 他这先就有瓷 他不碰瓷吗 瓷戒 先就有瓷戒 北京话叫转的音叫碰瓷 其实是碰瓷 碰瓷戒 这么一个瓷戒 我抱着 你在这儿不光一段 啪 掉地上了 你赔吧 我凭什么赔啊 你碰的 你碰的 我眼看你把他碰了 我碰 那就 你走到不小心你把我们来碰 你就得多少钱吗 三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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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之后再加一半 这是三十万 因为这个是瓷户 你看 那你古董你不拿好了 你看这个造型 这典型的 这是秦汉时期的 还告诉你 这是秦始皇临死咽气的时候 喝水用过那把瓷 没这把瓷他咽不了气 你知道吗 秦始皇 秦始红 秦始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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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祖都用这个 你看 这还有谁吧 国家给的这个 这是证书 这是发票 这是旁边所有人都证明 是你撞的我 我眼看你把他撞的 你看 你把他撞坏了都没事 更何况他现在受伤了 你这虎怎么办 当然了 这个您刚才说 虎是我拿着 您碰 渔国也有责任 对啊 对啊 您这话说的有道理 您是个公道人 个我百分之五十 那我就十五万 十五万 我没那么防守十万 我就十万零货 你先把这十万拿过 因为我一天只能带十万零货 你先把这十万零货 慢点 你先搁在这 十万零货 你这么说铁琼是怎么的 天天带十万零货 我不能给你们 我给你们我就上当了 这就是通俗讲是这样 但是手段很多 这个像开车的这个 有互相碰的 对 有走道的碰开车的 有开车还是碰走道的 反碰的 这都有 自行车碰开车的 开车的从自行车 这都可以 是 其实从这案例当中呢 我们也能够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复材了这样一种碰词的形式 到底是谁的责任 是开车的责任 还是完全都是碰词的责任 咱们来看一看 2013年9月1号上午11点 广西兰宁扑庙镇邓先生 驾车缓慢行驶在街道上 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把一名迎面走来的中年男子 撞得口吐鲜血 事后得知 这是事先含在嘴里的吐血胶囊造成的假象 其实我想两位啊 这个尤其英零开车 可能这个对这个路上的时候就了解的更多一点 您注意到一点 就是所有这些碰词的人啊 他应了那么一句话 这叫做 这是警察告诉我 交警告诉我 叫苍蝇布丁那个无缝的蛋 您这个驾驶员呢 可能真的是处在那个违章 或者不违章的那个边缘的时候 这种时候他们最容易出击 因为你说不清楚 对 这其实就像岳波刚才说的 手地手我一松 你说是谁的责任 你说不是吧 也是 是好像又不是 这个碰词也不容易 他这苦肉地 他得豁得出去挨一下碰 你拿肉碰汽车 苦肉地 软碰词这叫 这叫软碰词 还有很多骗局也跟这有关 这碰词有关 跟我们讲讲 有的人是什么 他拿着一副碰 他要 对 碰上也有传厂 有师父有徒弟 他必须老师给他写的 他打着碰要 你不给钱他不走 他老看 您跟我们照演 来两句 他老看 打这碰进街来 一街两项好买卖 也有买 也有卖 也有这个幌子 女招牌 这个金招牌 银招牌 哩哩啦啦挂起来 这二年 他我没来 掌柜的 您就喝了大财 您发财 我真光 您吃饺子 我喝汤 他老跟你要 是不要过饭 你才要过饭 这套汤 够熟的 这也是我们基本功 实在说像不够吃的 我们就打着碗要 这叫要大门的 挨尖要 还有一种 他就有一些个伪装 比如说也是像他说 这舌骨钻腿的 但也有真的 也有假的 还有一种碰瓷的 他到你的商场门口 还有两件道具 这口拿一大钉子 这口拿一大锤子 现在的商场都是铝合金的门框 打拉门 一到晚上 打拉门一块 过去不是 过去都是木头门框 对 上板的 上板 上门板 早晨刚一下板 刚把门打开 来一位要翻 这手一大钉子 这位大锤子 伸手要前 一个不给 两个不给 三个不给 拿这大钉子往嘴里插 拿脸往门框上一踢 这手拿这大锤子 当当当 就把自己钉在门上 把自己这倒的 定门框上 这血沿透着 吸的哗啦往下就流 您说这买卖怎么做 这人花就围上了 人是过少 没一个进来买东西的 看热闹 看热闹 这半天啊 就别开张了 你也开不了张 搅和你了 可有一点 他刚要的时候 有零钱 柜上有零钱 过去花桶子 三桶子 两桶子 打死了 这一钉上啊 可起不下来了 谁敢过去起 你不敢过去说 拿大老虎钳子 把钉子给它拔下来 盆盆框给摘下来 谁也不敢动手啊 就往他手里搁钱 他这钉子 他就伸着手 你给十个大门 他把这十个大门 吹兜里头 他拿起这锤子里 当当当 到钉得紧了 就是意思 钱不够 不够 然后呢 围着一圈的人 再要几个说钱话的 哎 这钉子里 这给弄点钱啊 九钱啊 面子再一居 更下不来了 再给 他拿出去 把这锤子收起来了 他从身上 拿出一大钳子来 加住这钉子 听得见诗啊 从一居 往外拔 露一钉子嘛 露一钉子嘛 你再给钱 再往外拔点 你再给钱 再玩 说的给的 比他这个 一般形起的 超出多少倍去 这才把这大钉子拔下来 把所有刀具收好了 扬藏而去 哦 又问下一家 又来 哎 当那要钱 不给当当当 一钉 又来呢 你认为这个 是很残忍 崔坦 跟他说的一样 这咋就有一窟窿 哦 塞窿 他这个塞帮子这 这窟窿 他不疼 最开始肯定是疼 他得想办法把这 用泡 一块肉去 那么他不让这炸 那么久而久之 他这窟窿 就是 你就拿钉子 哎 对了 你拿这钉子 就跟那出了 他也不疼 这都是碰瓷的一种 这个听起来 就有点 让人觉得 有点紧张 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 但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过去啊 过去 这个清朝 民国年间的这个刑起的 那这种也算是碰瓷 其实我们今天说 在大街上 遇到这个汽车 机动车这种碰瓷 其实就是碰瓷的一种发展 像过去说勒砖的 拿一大砖头 往最深勒 对 拍脑袋的 拍脑袋 啊 撞电杆的这都有 大家常见的 就是趴地 使劲 后头 开酒瓶子 对 这都算上 这些 这些都是归类在碰瓷上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 主要是机动车 你得你不是机动车也好 什么就是 就是刚才咱们说 对一开始也好 这个碰瓷子也好 这必须你有过错 哦 讹人 这叫 他如果不讹人 就不归为碰瓷了 正常 行企啊 行企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 手心朝上跟人要 对吧 为什么我们说价也好 唱快玩 我们不要发 我们有艺术 对 我们最后也伸手 拿一火了 也开始打架 但得把人说热了 才能打架 凭着你的能力 对 这个他不凭能力 他凭着你有偶尔的一些小过失 啊 2013年9月10号 上海市民吴先生 驾车正常行驶时 被一辆突然左转的黑色轿车逼停 由于惯性 吴先生的车碰到了前面的黑色轿车 随后 车上一名男子下车查看车辆 并向吴先生索要大额赔偿 原来 对方看出吴先生喝了酒 乘机敲诈他 刚才咱看这个酒驾 专有一种人在饭馆门口待着 他就开着车在饭馆门口开着 一看这几个人喝得红头上脸的 出来了 他看你动车不动车 你一动车你喝了酒了 你先理会 你不敢抱酒 我身边的朋友 就遇上好几回 你看 咱们就不说是谁酒驾 别说谁谁谁了 不说谁谁谁了 但是这事好几回 不是他酒驾 就是成心 我们几个人喝完酒 这司机实际没喝 但我们故意掺着他 因为我看出来了 这人是有反射的 远反碰车 反射局 老家伙真厉害 对 好久男他喝酒 他是司机 他没喝 偏偏咱俩架着他 我就跟英雄说了 我说你就这样 然后给他哥的架手坐上 刚一大刀坐 这车还没动呢 那车就贴了我 下来吧 你们这喝酒了 我说对喝了 那你们看这问题怎么办 我说报警了怎么办 他傻了 他愣了 你们这酒驾还敢报警 我说那我没带钱 我说这个该抓抓他 警察来了他酒驾 这现在明文规定 该罚多少钱罚多少钱 该拘留拘留 对不对 但我们这车没动 你碰我们这个单说 这两码事 对 那追尾是明文爱说的事 他恼羞成怒 好好好 报警 碰屯就报了警了 警察来了 吹吧 一吹也没有 他们就是喝酒了 我严重的他喝醉了 我严重的喝醉了 这有仪器 这有仪器 他没有 这显示为零 再说你问我喝酒没有 我说喝酒 自己喝酒 他没喝 我没骗你 然后处理这问题要走 我走不了了 你帮我们车碰 不是 你走不了 我比这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 这就是碰屯 警察明白 一旦说下这样 别慌 对 千万别慌 凡事 就报警 只要一报警 这碰屯的 他就容易露出马上 一定有一个公道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总结的 什么地方最容易出现碰屯 什么样的情况 最容易出现碰屯 一 司机自身违章驾驶 二 当您在路上正常行驶 突然有人朝您扔东西 如果您避闪不及压上去了 碰屯者马上会出现 开始和您较量 三 在路边停车时 有些朋友着急办事 就随便把车停在路边 但这也是一个碰瓷发生的隐患 四 以新手及外地驾驶员为目标下手 新手由于驾驶技术不熟练 容易在紧急情况的时候 手足无措 外地车辆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对路况 交通标志等都不清楚 容易违法 而且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愿意私了 这正是碰瓷人敲诈的最佳对象 这些情况下 司机朋友应该提高警惕 尽防碰瓷 中华美德代代传 人指出性本善咱们唱了多少年 我劝君交友要慎重 我劝君别把这小便宜贪 我劝君心地宽怀多前让啊 我劝君别怒伤心头就论全 我太平歌词唱了此处算一段 祝大家身体好 何家欢快快乐乐的过新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